里面这些彩色木头价值20万 之前我不懂 现在我信了 今天来深圳逛鱼市 作为一线城市就是不一样啊 买个鱼买个花都整的像欧洲小镇一样 算是我见过的最有情调的水族市场 之前逛过的市场说实话环境都不如这个 有点那种脏乱差的感觉 表达可能不是很到位 但大家应该能明白我形容的意思 你看这个市场进来就觉得很悠闲很舒服 有点像逛公园的感觉 这里以花卉为主 观赏鱼为府 花草咱不是太懂主要是来看鱼 和其他市场一样 草金地图银龙鹦鹉 这类亲民的鱼种还是占多数 不过这个市场海水店要更多一些 可能跟深圳的消费水平有一定关系 这个海钢个头可真不小 我一眼就看到了里面这只沙雕鱼 这家伙的嘴特别碎 没事就喜欢吐来吐去 大伙应该看过那两条鱼吵架吐沙子的视频 没错里面的主角就是他 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这个钢很大很贵 那其实咱们都错了 看这个钢个头不大 但是没有20万别想搬走 贵就贵在里面那些像树枝一样的珊瑚 很多鱼友会觉得这种飘逸的珊瑚很好看 但是你知道吗 这种不会动的树叉子 其实堪比摇钱树 这些树枝长长了就可以修剪 剪下来一小枝就能卖几千块 而且它和韭菜一样 个完还能长一茬接一茬 所以你再看看它是不是变好看了 有道理 下面还有两只小丑鱼 仔细看墙上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孵化出来就是一群小丑鱼 接下来这只叫医生鱼 它们喜欢设立免费医院给鱼看病 如果是在大海里 很多鱼会排队让它们清理伤口 或者提表的寄生虫 再看这家店 进门这个布局有点意思 我看着有点像旋转小火锅 中间是食物 一圈桌面可以放锅 这儿还有个小凳子可以做 这家店同样也有树叉子 让我再问问大家 是这种不会动的好看 还是这种飘飘欲鲜的好看 我今天看海岗看得着实有点心动 大家帮我参谋参谋 都说一入海岗深似海 那我要不要玩玩海水